心灵漫游My Wandering Words 是由灵魂诗人艺术家 DG Lampers所写的诗句集散文 用最简单的文字 最朴实的画风 在凡宵的都市里 乐得浮身半日显的轻松 享受片刻慢下来的节奏 一起来聆听第四章 情感 第一篇 当遇上 一个好的故事会百听不厌 一片好的电影会沉积细思 一段好的乐曲会触动灵魂 一曲好的歌词会引起共鸣 一首好的诗词会细微咀嚼 一幅好的画作会震撼情感 第二篇 新游记 透过下一代的生命 重新认识与上一代父母的关系 当初为人子女 今日为人父母 设身处地地用另一个身份探索 父与母的角色 就如孙悟空当初顽劣 被如来佛祖困于五指山下 唐三藏出于善心 解救完侯于山下 西游路上一直寻寻善诱 教导悟空人生道理 但对悟空来说 三藏师父的话都是啰哩啰嗦 我们曾经也是悟空 有年少轻狂 自封齐天大圣的傲慢 但敢说敢想敢做 我们也曾经是唐三藏 经过岁月的磨练后 变得更沉稳保守 要考虑的已经不是自己本人 而是一个团队或家庭 如果西游记还有下集 我相信是孙悟空取经得道后 再看到下一位小和尚 他意会有为父习之 爱之之情 他可能就成为一位 啰哩啰嗦的孙悟空了 第三篇 星火 回望出独不畏虎 父母言长不寄听 时光化空传承代 焉知当初父母心 年少追逐名合力 本已回馈养育恩 无为人父焉知道 望而成龙非公路 愿祝天天得快乐 愿能碎碎保平安 第四篇 星空 繁星点点的夜空 我抬头仰望 每一个光芒 都是我曾经许过的愿望 它们的美丽吸引着我 陪伴我一生又一世 或许我此刻看到的光芒 它们已经离世 但它们曾经的伟大 今天却照亮着我 指引我走向更光明的大道 第五篇 如珠如宝 卷尾体胖明媚焦 大耳源头嘴带笑 血眼心松日光照 深信自在乐逍遥 能喝能玩是今朝 哪管闲事两岸潮 逍遥泥土仰天笑 如珠如宝 吉星照 第六篇 写上传奇 每一位孩子的降临 都是小天使 都是父母亲永远的传奇 父母只是协助孩子 在人生画策点上续曲 往后的画风及色彩 就要孩子们自己上色了 你最喜欢哪一篇诗词散文呢 哪一篇 跟你的生活有共鸣呢 欢迎你们 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别忘了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